各位早上好 欢迎达成2024年5月8号 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阳子 早上你好 我是老项 想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的最新消息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 7号晚间呈专机抵达贝尔格莱德 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器旗的邀请 对塞尔维亚进行过世访问 这是习近平时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塞尔维亚领空后 塞尔维亚两架空军战机升空护航 专机当晚抵达贝尔格莱德 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 随着舱门打开 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 不出机舱向现场挥手致意 两人携手走下弦梯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旗夫妇 对华合作委员会主席 前总统尼克利奇夫妇 议长布尔纳比奇 总理武切维奇和外长九里奇等热情迎接 武器旗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 独具特色的迎宾仪式 塞尔维亚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 挥舞中赛两国国企 身着民族盛装的塞尔维亚民众 再歌再舞热烈欢迎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 习近平指出 中赛传统友谊深厚 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 树立起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两国政治互信坚入磐石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成果丰硕 人员往来更加密切 铁杆友谊 深入人心 中赛合作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成员利益 中方愿同赛方一道 不忘冲心 携手前行 开创动力更强 领域更广 质量更高的合作新局面 他期待以这次访问为契机 同武器旗就双边关系 以及其他共同关系的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共化友谊 共商合作 共谋发展 规划两国关系发展新蓝图 相信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 谱写中赛关系发展新篇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赛富贝尔格莱德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习近平5月7号在塞尔维亚政治报发表题为 让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赛合作之路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来第二次踏上塞尔维亚这片美丽传奇的土地 中国和塞尔维亚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始终新手相连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中赛始终是真朋友好伙伴 两国坚持互尊互信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 坚持互惠互利紧密合作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 坚持互帮互助雪中纵叹的兄弟情谊移足珍贵 坚持互学互建积极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中赛铁杆友谊力久弥坚 树立了国家和人民交往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中赛长期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充分表明 两国关系不断深化发展顺应历史潮流 符合人民根本利益 有利于双方共同进步 他愿通过这次访问同赛方一道努力 发扬光大中赛铁杆友谊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中赛要始终做真诚相待的好朋友 深化和拓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要始终做合作共赢的好伙伴 共享发展机遇 共创美好未来 要始终做促进公平正义的好榜样 加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协调和配合 要始终做民心相通的好知音 打造立体多元的人文交流和地方合作格局 让中赛友好心火相传 习近平指出中赛不能忘记 25年前的今天 北约汉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中国人民真是和平 但绝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 中赛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技艺 将激励双方一道阔步前行 愿同塞尔维亚朋友一道 不忘初心 携手进步 共普国家发展振兴新篇 共建新时代中赛命运共同体 最好会是中海报道 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开启欧洲之行的第二站访问行程 塞尔维亚民众对习近平主席时隔八年后再次到访感到激动 并期待中赛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得到升华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上一次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已经过去八年 塞尔维亚各界对习近平主席的再次到访 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期待 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象征中赛友谊的两国国旗 以及写有欢迎亲爱的中国朋友等内容的横幅 传递着塞尔维亚民众对这一历史时刻到来的期待 当地民众对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寄予了厚望 他们认为习主席的访问将进一步促进中赛友好关系的发展 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推动双边合作取得新的突破 塞尔维亚民众普遍期待此次访问 将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为双方合作的拓展 打开新的空间 因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 关系中的关系和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 为小国类像尔维亚民众像尔维亚 我认为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我认为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尔维亚民众的 我认为他们的奥水席 不能让他们唱的 令他们有吉他人满意 而是一个事存在 чтобы这件事从中 maravil合作 也是非常干燥的 在哪里 width相当的 我真是专门期待 因为从我的角度 然后我自家由一进了 到塞尔维亚以后 我发现这个国家 对我们中国人 真的太热情了 然后一路上 我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天了 太热情 不管是各种的习惯也好 都跟我们比较好 比较友好 塞尔维亚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 首个全面战略伙伴 外界也常常用铁杆友谊 来形容中赛两国的良好关系 中赛各界都期待 两国元首的此次会晤 能够进一步巩固两国的深厚友谊 相信习近平主席时隔八年 再次访问塞尔维亚 对中赛关系提制升级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方卫士 李蒙威 江新 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报道 塞尔维亚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 重要合作伙伴 贝尔格莱德一带一路研究所的所长 在接受我们的记者专访时表示 中赛共建一带一路走过十年历程 取得丰硕成果 也相信习近平这次的访赛 将会进一步地加深两国各领域合作 推动一带一路合作 迈向新的高度 塞尔维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28个创始国之一 也是最早响应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 诺维萨德大学教授拉利奇表示 过去的十年里 中赛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发展 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中国的支持下 塞尔维亚发展了现代化的 高速公路网络和铁路系统 大大提升了国家的交通运输能力 为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塞尔维亚吸引了大量 来自中国的投资 尤其是在汽车行业等领域 中国企业的投资 不仅为塞尔维亚带来了就业机会 也促进了当地产业的发展 为塞尔维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经济合作外 文化交流也是塞尔维亚 与中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国积极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 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I think in the last decade Serbia gained a lot gained a lot first of all speaking about infrastructure because we learned from our Chinese friends that if you want to make a friendship or want to do business first you must build a road so we develop a network of highways then now we have the fastest railway in Eastern Europe and all other pre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for cultural and academic exchange but also after th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e hosted a lot of Chinese companies most of them in automotive industry but in all different areas 他同时表示 对于中国在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的合作充满信心 并期待在未来拓展更广泛的合作领域 相信在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共同努力下 一带一路倡议将继续为双方 带来更多合作机会和发展空间 推动双边关系 迈向更加紧密 务实和稳定的新阶段 Serbian people are very happy to host a great president of China and we now expect even more and stronger cooperation new fields open many many things happened in the world in between these eight years so now this is a great time for a new momentum speaking about cultural economic academic exchange but also there is a great feeling of trust and feeling that you are with friends today in the world political arena where China is strongly supporting Serbia and that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we are not a big nation even though we are the biggest friends of China in Europe of course but we are struggling for the peace we are struggling for the justice international arena is full of injustice and now we need friends to stand together with us to fight for the justice that's why we are so happy that we are going to host president of China again in Serbia 自2013年 习近平主席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中国和塞尔维亚 一直致力于推动 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 贸易合作 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塞尔维亚政府高度评价了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支持和合作 期待以习近平主席 此访为契机 继续深化 中赛友好合作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方卫士 这里面为江心 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报道 习近平开启 对塞尔维亚的国事访问 也受到塞尔维亚 教育界人士的关注 塞尔维亚 尼什大学 孔子学院院长表示 期待两国元首 此次会晤 为中赛合作 带来新思路 塞尔维亚 尼什大学 孔子学院院长高静 在接受本台记者 专访时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时隔八年后 再次访问塞尔维亚 受到塞尔维亚 教育 文化 等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期待 塞尔维亚的华人 也都特别期待 这次高访 因为觉得 这种联手外交 他们的界面 可能对我们 更好的理清 发展思路 如何合作 然后期待着 中东和巴尔干半岛的 更多的和平 友好的合作 和经过的 很好的发展 所以大家期待 这次的来访 然后能给我们 带来新的发展思路 然后今后 有更好的合作 他同时介绍说 孔子学院 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 在塞尔维亚的 多所校园内 开设课程 向塞尔维亚学生 传授汉语 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 这些课程 不仅提供了 学习中国语言的机会 更为塞尔维亚学生 打开了了解中国 走进中国文化的大门 塞尔维亚作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节点国家之一 与中国在多个领域 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孔子学院 作为中国文化推广的 重要平台之一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 也扮演了促进文化交流 增进民间友谊的角色 为中赛两国人民的 交流与合作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方卫士 而在7日早前 应法国总统马克龙 特别邀请习近平 赴法国西南部的 尚比利牛斯省来访问 中法元首举行小范围会晤 就一些重要问题 进行战略沟通 习近平还欢迎马克龙 方便时再次访华 当地时间7号中午12点多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乘坐的专机 抵达塔部机场 受到法国总统马克龙 和夫人布里吉特的热情沿街 随后习近平夫妇乘车 来到图尔马来山口 这里是马克龙儿时 常来探望外祖母的地方 也被他称为第二故乡 这也是马克龙首次邀请 外国领导人到访此地 习近平和马克龙夫妇 在当地一家餐厅 共同观看了 当地特色的牧羊人之舞 随后一起用餐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战略沟通 习近平表示 中国和法国虽然分属东西方文明 价值理念 社会制度不同 但都重视文明交流互建 中方愿同法国和欧洲 加强人文交流 不断深化经贸合作 增进相互正确认知 他并欢迎马克龙总统 方便时再次访华 马克龙则指出 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 欧洲保持战略自主和团结统一 至关重要 加强双多边合作也至关重要 期待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 为维护欧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访问法国的最后一天 来到了马克龙的第二故乡 土耳马来山口 这也是马克龙首次邀请外国领导人 来这里参观并共进午餐 两个元首在这里进行了长时间 和充分的交流 相信也会继续发挥 元首交往对于中华关系的引领作用 当地时间7号傍晚 马克龙和布里吉特 陪同习近平和彭丽媛 离开土耳马来山口返回塔布 并在机场举行正式欢送仪式 两个元首并相约 在北京再见 中国外交部7号全文刊发 中法两国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 指出两国元首反对以色列进攻拉法 强调立即在加沙地带实现可持续停火 并呼吁以决定性不可逆方式 重启政治进程 具体落实两国方案 声明指出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法两国共同致力于寻求基于国际法的建设性解决方案 应对国际安全与稳定面临的挑战与威胁 中法两国谴责一切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包括一切恐怖暴力行动和针对平民的无差别攻击 两国元首反对以色列进攻拉法 也反对强行迁移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 两国元首强调 当务之急时立即实现可持续停火 确保在加沙地带提供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 保护平民 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两国元首呼吁立即有效落实联合国有关决议 指出这是确保巴以两国民众均不在经受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来 可怕遭遇的唯一可行途径 两国元首呼吁有效开放所有必要通道和过境点 强大加强协调国际人道主义努力的重要性 两国元首呼吁各方避免在现地 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单边措施 并就此谴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建设定居点的政策 两国元首呼吁以决定性不可逆方式重启政治进程 具体落实两国方案 确保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作为邻国和平 安全共处 共同以耶路撒冷为首都 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 独立 拥入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关于伊朗核问题 撞发两国重申致力于促进这一问题的政治和外交解决 指出2015年打成的伊核全面协议是多边外交的重要成果 两国元首强调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呼吁立即停止袭击民用船制行为 以维护海上安全和全球贸易 两国元首呼吁在2024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 指出休战是致力于在完全尊重国际法的情况下 持久解决冲突的机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见 接下来关注大学洛斯总统普京 在7号宣誓就职开展第五个总统任期 大约有2600人参加就职典礼 而部分的西方国家大使拒绝出席 今天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五个任期的就职大典 那根据客公公布的信息 今年总共是有约2600人被邀请参加普京的就职典礼 那新当选的国家元首将在政府成员 议会 宪法法院法官 其他政府官员和工作人物 以及其他外交使团的见证下 在庄严的气氛中宣誓就职 今年的就职大典还是遵循了传统 在克里姆林宫的圣安德鲁大厅举行 由总统军团的士兵带来俄罗斯的国旗 总统旗和总统徽章 以及以本宪法特制副本 接下来普京进场 穿过圣乔治和亚历山大大厅 进入圣安德鲁大厅宣誓 领取总统集合徽章并正式就职 此后 做国歌 民放30响礼炮 最后是总统军团的阅兵室 整个就职典礼持续时间不到一个小时 而在普京就职后 俄罗斯现任政府正式辞职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预计普京将于就职当天提出总理候选人 Клянусь пр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уважать и охранять права и свободы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 соблюдать и защищать Конституцию РФ защища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целостн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ерно служить народу 此次的就职大典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举行 普京在就职讲话中表示 当国家面临严峻挑战时 要坚决捍卫俄罗斯人的选择 价值观 自由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普京相信俄罗斯人一定会有尊严地度过 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艰难时刻 并希望民众们不要忘记内部动乱的悲惨代价 此外 普京再次强调 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对话 普京的救治大典是在总统军团的阅兵中结束 当普京当天的行程除了救治大典 还安排了一些工作会议 尽管有部分西方国家大使 拒绝出席普京的救治大典 但是客官表示 不会因为对方的拒绝而采取任何报复性的措施 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引力苏秉灿在莫斯科的报道 普京在就职当天签署未来六年 和直至2036年的国家发展目标法令 同一天 俄罗斯总理米苏斯京 并已签署政府内阁全体辞职的法令 普京在宣誓就职第八届总统的当天 签署了一项关于俄罗斯未来六年和直至2036年的国家发展目标的法令 跨度12年 对于每个目标都定义了明确的发展要求和要完成的任务 根据法令内容 俄罗斯的主要目标涉及七大项 共计97条 涉及到改善公民福祉 人才培养 确保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 生态环境 发展可持续和充满活力的经济 发展技术 以及政府及社会各级的数字化转型 而同一天 在普京正式就职后 俄罗斯总理米苏斯京已签署政府内阁全体辞职的法令 而辞职仅适用于总理 副总理以及各部部长 米苏斯京所领导下的政府包含10名副总理 其中包括一名第一总理和一名政府办公厅主任 以及20名联邦部长 根据相关民意调查 俄罗斯民众对当下的政府相对认可 普京也曾表示 他对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制裁下的俄罗斯政府工作表示满意 他曾指出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调整人员位置 从而使团队合作成果最大化 俄罗斯有舆论认为 普京在未来的几年将面临有关地缘政治 军事和人事的巨大挑战 因此 正在组建的新管理层对他来说将成为关键 凤凰卫视 引力 莫斯科报道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7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的书面采访时 谈及中俄贸易 美国单边制裁以及普京即将访华等多个话题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接受俄新社书面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连续多年成为中国主要原油供应国 据官方数据统计 去年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超过1亿吨 比前年增加了24% 今年的前三个月 中国进口的原油同比增长12.9% 三月份进口量更是逼近历史最高水平 而另一个有关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张汉辉表示 北京方面主张将生产和加工过程整合为一个整体 同时 中国也期待双方在确定互利合作模式后 能在未来实施此项目 此前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 美国正在对一些中国的银行实施金融制裁 以迫使北京断绝与俄罗斯的商业联系 现如今 制裁已经导致中俄贸易结算出现困难 张汉辉表示 目前双方正在协商寻找解决方案 而中国也一贯反对单边制裁和第三方干预能源贸易 此外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于7号当天正式宣示就职新一届总统 开启为期六年的总统任期 俄罗斯总统朱里乌沙科夫于当天证实 普京就职后的首次出访将是中国 对此 张汉辉表示 两国元首外交是中俄关系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 中方欢迎普京就任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凤凰卫视 引力 莫斯科报道 再来关注以哈局势方面 以色列7号无视哈马斯同意停火协议的声明 发动袭击 强行占领拉法口岸加沙一策 并且于8号表示将会继续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直到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 总体内塔尼亚胡就重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接受的加沙停火提议 远远未达到以色列的重要要求 在拉法向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 是让人质获释的先决条件 而哈马斯官员则警告 假如以军在拉法的行动继续的话 停火协议将不复存在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门瑟表示 战争内阁一致决定将继续在拉法的行动 以便对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 促使其释放以色列人质 他强调哈马斯日前同意的停火协议 与以色列核心要求相去甚远 对于以军7日强占拉法口岸 门瑟称 有充足情报显示 拉法过境点已被用作恐怖主义目的 关口基础设施下方有跨境走私地道 为哈马斯提供生命线 门瑟强调对拉法口岸的袭击 只是消灭哈马斯在拉法最后四个旅的开始 他同时表示 以色列现有目标是将最后四个旅赶出拉法 这不代表彻底摧毁哈马斯 但旨在让其无法再形成有组织的军事力量 而哈马斯方面7日就表示 哈马斯不会对军事压力或威胁做出回应 也不会接受任何军队占领拉法过境点 警告假如以军在拉法的行动继续 停火协议将不复存在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7日表示 以色列派出的中层官员小组抵达开罗 继续尝试谈判 官员透露指 以色列对拉法展开军事行动的决心 迫使哈马斯匆忙提出了最新的提议 这份提议以4月27日的草案为框架 包括分阶段停火及释放人质 哈马斯对其进行的改动包括 以色列不能否决释放特定巴勒斯坦囚犯 并要求乙方解除 对所谓军民两用材料进入袈裟的限制 此外 原草案的第一阶段释放33名以色列人质 被减少至18名 以上修改内容遭到了以色列强烈反对 然而又有消息指 哈马斯已同意在为期42天的第一阶段结束前 就释放所有人质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7日表示 政府准备进行妥协以便带回所有人质 但如果谈判破裂 以军将对整个加沙地区展开军事行动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7号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 要紧励地达成停火协议 并且警告以色列不要进攻拉法 郭特雷斯还说 对乙军在拉法重新展开军事行动 感到不安与痛心 他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让局势升温 建设性的参与正在进行了谈判 并且呼吁立即重新开放拉法 和凯雷姆沙洛姆口案 还期待所有对以色列有影响力的人 能够尽其所能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总统拜登 在7号表示 美国的任何校园都不能容忍反犹太主义 而美国媒体也披露 多位拜登的巨额捐助者 也间接资助高效挺巴反应示威 此局也凸显自由派金主与拜登 在加沙等敏感议题仍然存在冲突的策略 这也或将间接地让拜登2024大选出现败境 此外本轮的高效示威浪潮 也将会让拜登流失大量的年轻选民的支持 美国在加沙战事越陷越深 拜登的选情可能将越艰难 拜登7号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 纪念犹太大屠杀受害者 拜登也借此机会对美国高效出现的 反犹太主义和暴力示威发出谴责 在学校中称居民选员中 遗世俄选择希望 选择称清联络到高效率 那专节层肯定武器 和声音设计采者 毋是一日商业所谓的 建议出土研论 中义择 拜登指出 美国尊重和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 民众可以表达不同意见 和平抗议 但任何地方都不容许返游和仇恨言论 其实近期 拜登一直试图回避对全美高校抗议发表评论 美国政治报报道称 在支持哥伦比亚等大学抗议的团体中 一部分资金来源正是来自拜登的大金主 比如犹太和平之声和如果不是现在两个组织 都得到了潮汐基金会的资助 这个基金会正是由民主党巨额捐助者乔治·索罗斯发起 支持众多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小型非盈利组织 另一位著名的民主党捐助者是小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在过去五年 直接向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和平之声 捐赠了50万美元 还有凯越酒店继承人普里茨克 也资助了清巴勒斯坦的抗议团体 政治报指出 校园抗议也使拜登重获年轻选民支持的努力复杂化 虽然有专家表示外交并不决定美国大选 但随着选举的临近 如果抗议活动持续整个夏天和秋天 拜登受到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 凤凰卫视王冰如 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我们现在看到乙方执意进攻拉法 面对这已施压无效 以及国内示威浪潮的美国政府 对此有何表态呢 而美国中议院议长和极右翼的议员 罕见会晤双方就哪些议题进行交锋 至于TikTok禁令争议不休 各方又有何最新反应 相关话题 我们今天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冰如 一起来观众一下美国焦点 冰如早上好 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谢谢大家早安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国政治报的报道 之前一直警告以色列不要入侵拉法的美国政府 在以色列周一晚间发动进攻后 态度模棱两可 白宫表示以色列的进攻是一次范围规模和时间有限的行动 美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 并且认为以色列大规模的袭击并非迫在眉睫 这使得拜登之前明确画下的红线 变得模糊 而以色列方面态度则愈发强硬 暗示军事行动将会升级 直到消灭整个拉法地区和在加沙的哈马斯 以及确保所有人质被释放 再来看到的是国会山报报道的是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与威胁要罢免他的GOE议员格林 周一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的会晤 周二继续进行对话 约翰逊否认这次会晤是谈判而只是普通的会议 作为议长他需要了解其他议员的想法 而格林今天却公开对约翰逊提出了四项要求 包括承诺不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援助 取消对特别检察官的资助 如果国会不能在9月30号前完成常规的拨款程序 就全面削减1%的支出等等 而今天格林的态度出现软化 表示会给约翰逊更多的时间证明自己对保守派的承诺 最后我们来看彭博社报道称 前谷歌CEO施密特今天表示 他曾经考虑过收购TikTok的可能性 但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 他认为美国政府对待TikTok的最好方式是进行监管 而不是禁止这项应用程序 彭博社称 促使施密特放弃收购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可能是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不太可能会出售其核心技术 而字节跳动已经公开表示没有出售计划 这个立场也可能劝退了不少的投资者 那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在7号向美国联邦法院上诉 称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月签署的玻璃法案违宪 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7号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 正式起诉美国联邦政府 称玻璃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TikTok及字节跳动要求法院阻止法案生效 并在诉讼中表示 美国国会历史上第一次颁布了一项法律 仅针对一个言论平台实施永久性全国性禁令 诉讼称玻璃法案迫使TikTok在2025年1月19号前关闭 让1.7亿美国用户晋升 不能再在这个平台通过这种无法复制的方式进行交流 诉讼还提到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 不会允许出售TikTok的算法推荐 并指算法推荐是TikTok在美国成功的关键 美国总统拜登于4月24号签署法案 其中要求TikTok在2025年1月19号前 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玻璃 否则将在美国被禁用 富王卫视综合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站的关注焦点 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好的了解 谢谢宾如带来的分享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香港特区政府7号举办 推动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 联动发展研讨会 行政长官李家超对香港金融界提出 包括更加积极实践 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及更重视创新等三点期望 中国政选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月宣布 将推动拓展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一系列措施 包括放宽互联港通下股票交易所买卖基金的合资格产品范围等五项 为利用好相关机遇推动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联动发展研讨会7日举行 行政长官李家超至此时提出希望香港金融界积极拓展业务到新领域及新兴市场 共同努力吸引境内外资金及企业来搞 首先我期望业界能够更加积极实践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第二我期望业界更重视创新 运用新思维新方法新路径来解决面临的问题 第三我期望业界继续努力发挥香港国际化的特点 向海外说好香港故事 财政司司长承贸博智此时指交易所买卖基金及ETF 自2022年7月纳入互联互通 为香港ETF市场带来很大增长动力及新流动性 截至今年3月ETF南向交易的累计成交额于8000亿港元 显示内地投资者对香港ETF需求殷切 他预计此次扩容将让合资格ETF产品数量增加于70% 相信可以为两地市场同时带来增量的资金 助力香港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ETF生态圈 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 而关于各项措施推出的具体时间 相关方面表示会采取成熟一项推一项的策略 其实每一项我们都是积极在推行之中 我们都希望各项措施都可以在今年之内推出 有些可能是第三季度 有些可能是再迟一些 在香港7号有5名的南亚裔男子企图要抢劫 奸杀最有一间钟表珠宝店 而警方到情报事前 他们收到了情报 那事前就到场来埋伏 而当场也制服以及拘捕嫌犯 店铺并没有出现财产的损失 现在这五名犯案的人士 其实大家都留意到 在身旁一辆白色的私家车里面 其实他们就坐这辆车来到 来到之后 其实这五名的男子下车 其实我们都留意到 他们其实都有人 有三个人持着锤仔 另外两个人持着利刀进入 我们就看不到 任何持有类似手枪的物体出现 警方也表示五名的嫌疑犯 是乘坐白色的私家车道场 手持刀以及铁锤来入内 警员期间拔枪警戒 最后徒手制服嫌犯 在店内有两个柜子有破损 相信是嫌犯曾经敲打过 被捕的人士是借乎于22到35岁 其中一个人是持有身份证 两个人是有刑接纸 那剩下的两个人怀疑是非法入境者 而警方需要调查到底有没有同党 警方也强调对任何的抢劫罪案 都高度的关注 不断的搜集情报要阻止 这次这一宗的犯案是有收到情报 但是没有准确的地点 澳门6号在一个小时之内 先后发生了两起持刀抢劫案 当中一名受害女子更是遭到性侵犯 嫌犯及受害人皆为持双程证内地来澳门人士 澳门和内地警方利用紧急警务通报机制 联手仅用12个小时就破案 并且在中山坦州逮捕潜逃嫌犯 在聊天期间犯罪嫌疑人突然在身上 取出了一把摺疊的山果刀指下避害人 避害人由于害怕被伤害 故案犯罪嫌疑人的指示 将手袋内的4000港元印金交给对方 之后犯罪嫌疑人以刀指下避害人 强迫发生性行为之后就逃离现场 同月60多 白姓嫌犯在另一家露旦酒店大堂 假装成换钱党 前往另一名内地女子酒店房间行劫 分别抢去了她和同行女子 价值人民币25000元的金手环 和现金5000港元 两名受害人在反抗时间受伤 而嫌犯其后立即经观察口案 潜逃内地 局方随即启动与内地警方的 紧急联络机制 在广东省公安厅的协助下 在案发当日的黄昏时段 在内地坦州成功策莫犯罪嫌疑人 司警说警方仍然在追查被劫金手环和张黄的去向 司警说两地警方顺速去不嫌疑犯 充分展示了紧急警务通报机制的成效 以及两地警方打击夸警犯罪的决心以及能力 凤凰卫视记者陈大林在阿玛报道 北京最近是发布了优化楼市限购的政策 无一假期期间 北京的五环外有多个楼盘到房量增加20% 那有内地专家就分析 新政也利好 北京的楼市未来成交量将会出现好转 另外有北京的民众也认为 新政将会自己需求 但是也希望政府出台更多限购的优化政策 上月底北京发布优化楼市限购政策 在现有限购政策上允许拥有住房 达到限购套数的家庭 在北京市五环外新购一套住房 在随后的五一假期 据统计北京五环外多个新房售楼处 到房量增多20%左右 有内地专家分析 新政带动了北京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 未来楼市成交量将出现好转 就是政策出来之后 整个的这个新房二手房的市场的表现 整体上还是符合预期的 只不过就是因为从新政到落地 到我们说真正的成交 它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但是对于这种直接在五环外 有意愿去购买大户型的 或者是去购买改善型的住房的话 它会带来直接的利好 这次优化限购政策 也是北京住房限购政策 13年来的首次调整 有北京市民也认为 这项利好北京楼市 但同时也期望政府出台更多优化政策 因为我那个房子呢 现在我自己也没住在租着的 我倒是最近有想说把它在变 就处理了 现在还没想好 所以对我来说 相对的应该说是一个利好吧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有更 就是说所谓组合权嘛 观光这么一个简单的 好像你知道真的想说 把北京的这个楼市能够 把价格稳定或者能够提升上来 我觉得不是很乐观 我这次出台的新政 主要针对已经在北京拥有住房的人群 侧重激活这部分北京常住居民购房需求 但对于卖衣买衣 卖小买大等置换需求的带动 整体有限 陈文静就表示 未来北京针对不同人群 面积段的限购政策仍有优化空间 首先明确的一个点就是当前北京的限购的政策 它依然还是比较严格的 所以说从我们说就是支持刚需 还有多样化的改善性住房需求的这个角度去理解 我们认为像北京的限购政策依然还有空间 就比如说针对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面积段 针对不同的区域 去优化我们的限购的政策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就是降低我们的收付比例 降低房贷利率 降低交易水平 比如说汽水等等 去降低购房成本 这些也具备空间 新政出台后不仅拉动了北京楼市的活跃度 也带动了北京二手房挂牌量下降 有分析认为由于市场预期逐渐改善 民众不再急于抛售手中的二手房 对此陈文静表示 目前北京二手房挂牌量虽然有所下降 但仍处高位存在以价换量现象 市场预期稳步向好 仍需政策端继续发力 凤凰卫视 周爱涵 王磊 北京报道 马上会有财经消息 待会见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的三大指数 在周二涨跌互建 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是连升五天 也创下12月以来的连续上升纪录 标普500指数也连升第四天 特斯拉四月中国生产的电动车销量下降 也下跌了接近4%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38,884点 涨31点 涨幅0.0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6,332点 跌16点 跌幅0.1% 表普500指数收报5,187点 涨6点 涨幅0.13% 我们现在请本台众纽约记者庞哲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们来看星期二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早逝的是窄幅高开之后 全天都是窄幅高位盘整 收办事则是涨跌互建的格局做时候 纳指列的一程线小幅下跌 但是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则是走出了 自去年12月份以来连升时间最长的一次 也就是连续五个交易日呈现上升 在星期二没有重要的经济数据出台 这个环境下投资人关注的一方面是公司盈利 一方面也是有联储官员讲话 但是联储官员今天讲话 也就是星期二讲话的是 明年Applus联储银行行长卡什卡利 他表示联储有空间维持高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并且还表示如果通胀不能如期受控的话 不排除有提息的可能 但是这个消息对市场影响力度是相对非常有限 反而是投资人更关注公司盈利消息方面 最新进展 迪士尼娱乐村以及团公司成为 道指当中跌幅最大的一个个股 主要是他们盈利不如预期 而在其他消息方面 科技类股市涨跌互相的格局 苹果公司在星期二表示 他们会推出自制的AI相关的芯片产品 所以苹果公司呈现效果上升 那么投资人认为借此机会 对英伟达进行一个获利回头抛售 但是下跌的幅度也是相对有限 而其他科技股 谷歌和脸书公司还是持续成天上升 特斯拉呈现走跌主要是表示 4月份在国内的销售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另外投资人现在也是对投资策略 有不同的看法 有权商表示 美股前景还会是相当的坎坷 投资人可以趁低则又进场 但是也有权商建议投资人分散风险 相当控制股票的持有 而广阔的开展对其他投资项目的增持 收盘时 在美国中部地区出现了龙卷风其中 二克拉和马州的巴恩斯德尔镇 在6号的晚间遭受龙卷风的吹袭 有多间的房屋被摧毁 至少一个人死亡 最少有五个人受伤 龙卷风摧毁多间的房屋 树木被连根拔起碎片散落一地 根据二克拉和马州紧急事务管理局的消息 巴恩斯德尔镇大约有40栋房屋受损或被毁 据报二克拉和马州有大约16000户 没有电力供应 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风暴预测中心指出 从当地的时间6号的晚间到7号的早上 美国的中部地区是一共有17宗的龙卷风报告 其中有8股龙卷风发生在二克拉和马州 还有个人的焦点马上回来